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讲电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悚剧情片,诅咒web 电影主要讲述了美女意外发现了一个神秘网站 只要在这个网站下单就能随意决定别人的生死的故事 故事很惊悚,想知道这个网站是啥的小伙伴 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女主百合是个出入职场的新人 因为经验不足,她经常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为此她没少被老板训斥 这天她又被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同事们全都躲在一旁看她笑话 只有好闺蜜小野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 希望她能顺利度过这一关 此时的大漂亮很尴尬,不停地跟老板承认错误 不过她却早就在心里把老板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下班后,她的心情很糟糕 此时男友给她打来了电话 男友说今晚加班就不回来了 百合的心情更糟糕了 吃过饭后,她打开电脑打发时间 突然间她点开了一个神秘的网站 这个网站自称是专门诅咒人的网站 而且根据价格不等 网站划分为五个不同诅咒等级 最便宜的只有100块 最贵的要10万块 而且网站还承诺 下单后的24小时之内必见结果 此时百合的内心一阵狂喜 这下自己终于能报一件之仇了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花了100块 并把领导的名字挂了上去 第二天,她在和闺蜜吃饭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领导在吃面的时候被人整骨了 最后面汤还撒了她一身 百合兴奋极了 看来这100块花得很值啊 上班的时候 她还在为这件事暗自窃喜 最后领导看到她三心二意的样子 于是冲过来对着她就是一顿训斥 这下她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下班后她和男友一起去约会 但是她的心情却很失落 不停地跟男友抱怨自己的领导不人道 最后男友实在受不了她的抱怨了 于是两人就大吵了一架 回家后的百合越想越生气 于是就再次打开了那个网站 这次她又放个大招 于是她直接充值了一万块 第二天来到公司后 大片人发现一直很少迟到的老板 却迟迟没有出现 就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 她的手机再次收到了神秘的视频 视频中的老板在上班途中 突发心脏病 直接去领了盒饭 百合看得心惊肉跳 自己只是想整骨一下老板 并没有想要她的命啊 这可如何是好 下班后她心事重重的往家赶 在路过一个街口的时候 她看到了一张通缉令 通缉令上的男子戴着鸭舌帽 打扮像一个快递员的样子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于是百合就准备诅咒这个通缉犯 可此时她的钱包已经透支了 不得已她只好把仅剩的5000元冲了进去 果然在第二天 她就看到了警方围捕通缉犯的新闻 只是因为通缉犯太过狡猾 最后还是被她逃走了 百合很害怕 她担心通缉犯会找她报仇 于是她立即打开电脑 准备再次帮助警方抓人 可是打开电脑后 她却看到了不堪入目的场景 原来自己的男友竟然和好闺蜜走到了一起 可男友明明告诉她 今天要加班的呀 百合瞬间就明白了 看来自己的男友是出轨自己的好闺蜜了 她没想到这种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 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瞬间一股怒气直中心头 她要好好地惩罚一下自己的闺蜜 第二天来到公司后 她故意跟闺蜜聊起了昨天的新闻事件 没想到闺蜜脱口而出 她说自己就在事发现场 不过当百合问她和谁在一起的时候 她却结结巴巴地答不出来了 最后只好勉强地说 自己是在跟客户在一起 百合本能地感觉到她在撒谎 再联想到男友最近的反常举动 她对心中的猜忌更加地确信无疑了 为了惩罚一下这个人面受刑的心机表 百合回家后直接下单 来了一个最贵等级的诅咒 可是刚下完单 男友却拿着戒指来跟她求婚了 百合很开心 看来是诅咒起笑了 不然男友也不会这么快就回心转移啊 然而男友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心惊不已 男友说 这几天她一直在拉着小野帮她选婚件 目的就是为了给她一个浪漫的婚礼 妈呀 看来自己是误会小野了 于是她赶忙拿出手机 想要撤销订单 但是不管她怎么点击 她就是撤销不了 千军一发之际 她冲到小野面前 然后拼尽全力 把她从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 小野很感激百合的救命之恩 于是两人又和好流出了 不过此时的百合不知道诅咒是否已经解除了 正想着的时候 小野被开水烫伤了 因为家里没有烫伤药 百合只能出门去诊所购买 可是因为脚步匆忙 她出门后 一个快递员模样的人走进了公寓 等她买好药回来后 却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而且客厅里全都是血 难道是那个诅咒起笑了 于是她赶忙在屋子里寻找闺蜜 找了半天后 她终于在衣柜里找到了满身是血的小野 她吓坏了 不知道是谁对闺蜜吓此毒手 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原来是闺蜜遇害的场景 而凶手就是自己刚才出门前遇到的那个人 看来那条诅咒还是生效了 此时她光芒打开电脑 这时她赶然发现 那个网站上竟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原来是闺蜜在她走后发现了这一切 为了报复她 闺蜜也下单对她进行了诅咒 并且还是最贵的那种 百合吓坏了 此时她看到电脑的显示屏上 一回头竟然还是刚才的那个凶手 而凶手也没有给百合任何喘息的机会 直接举起了屠刀 看来这部电影 小蜜感觉很震撼 因为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平事 总有一些人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们不要意气用事 更不要胡乱猜疑 要在全面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础上 再去做重大的决定 否则片面的冲动只会害人害己 最后假如真的有这样的诅咒网站 你最想把谁的名字挂上去呢 好了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索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是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释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在此谢我了 么么哒 我们下期再见哟